但是如果你怕你到时候不会写的话 你不用担心 我知道有些同学对这个其实蛮恐惧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一个档案在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有个108就是什么的表 我刚刚我把我写的程式也放上去了 请特别说你不要布置贴上就算了 请你自己用打的 只是给你参考而已 那里面程式没有什么 就这么几个字 但问题是每个字都很重要 打错一个字也不行 你会发现真的很重要 所以写程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每个字都要懂 什么意思 你不能说用混的 所以每个字每个字你都要用理解的 是真的是你知道说到底你程式在怎么跑 那你当然自然写出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OK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当然也比较不容易一点 就是说真的要非常细心 错误一点都不能发生 哪怕是一点点错误都不行 OK 真的也没有做好东西 但问题是 虽然明启航程式但它的威力非常大 大数据分析 有时候都靠这个 很快 一下结果要统计的报表马上就有了 OK 但如果你没有你就是只能出华两半 当然相差效率在十万八千里 因为我在职场上面看到太多例子了 真的很多不会的人每天跟他要东西 真的最后很想说干脆自己来算 给他一个东西可能好多天之后才给你 我自己弄我可能一下子弄好了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你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 OK 但不是说否定他 只是说他如果会多一些技能的话 真的对公司帮助会更大 当然以老板的角度来看 应该如果他会多给他一些薪水 我觉得值得 为什么 他的效率 一个人可以抵好几个人用 喝乐不为 对不对 所以我听过有一些学生毕业 他会有这些技能的话 他的薪资真的是翻倍了 OK 这不是很夸张的事情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我们再来做出这个结果 所以今天 当然你就把今天的部分把它做出来 如果你可以做更多的话 当然作业成绩更加分 比如说你可以把前面做过的东西 全部都在这边把VBA都写出来的话 那更好 只是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清除这个没有问题 加上去也没问题 程式部分就刚刚讲的 那在哪里 就刚刚这一段 For i i的话指的是什么 i指的是第四列到第四列 所以有点像填空题 把这个填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for j等于2 这个2到10 OK 所以你就填空题2到10 特别注意 这个j的话指的是数字 不能是b for b等于b到j 不行 一定要是数字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sale的ij指的是那个储存格里面要放什么资料 因为我们i跟j 其实你假设要另外再起个变数来做的话太麻烦 不如怎么样 直接拿他原来这个数字减掉多少 就产生我要的 2减掉1刚好就1 乘上的什么 这边4 初子4不对 我要1 那就减掉3 刚刚好就1 等于最后的结果 就把它放过去 放过去 最后就完成 其他就清除这个比较简单 再来的话 我们要再做两个动作 就是什么 橙色填满 然后把它清除填满 当然如果你橙色可以填满的话 那就可以把对角线这个黄色填满也做出来 也可以把3的部分 6、9部分也可以做 然后24、6、80、蓝也可以做 那怎么做我特别注意这边可能会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其实道理跟刚刚用设定格式化条件蛮像的 那程式该如何拽写 程式的填满 1切到visual basic 2的话基本上我怎么写的 我把这个这个把它删掉 我先这个字不要 我把它复制 这两段我重来做一遍 怎么做 如果上面已经有写 就是发表 你就不用重写 你就是拿这个来改 或这个来改都可以 我拿这个来改好了 把它复制贴过来 名称改一下 这个叫什么 叫 橙色填满 填满部分的话 基本上 我要做什么呢 把它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的抓出来检查 检查什么 如果它 这个 i 跟追 两个 应该是追减掉1 如果等于i减掉3 两个如果相同的话 那就把底色改一下 那怎么改 首先 这个我先触解 前面加一个单引号 关键的地方就是回圈里面写逻辑判断 如果一复 一复什么呢 一复 如果这个里面的词 这个里面的词 指的就是什么 这个指的是 这个应该是列 这个是蓝 所以其实应该是 我先从蓝好了 这减掉1 里面的词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i减掉3 意思就是说 减完之后 这两个词如果相等 相等的话 那空一个 然后 then 然后 要做什么 我就enter两下 打一个 end if 那意思就是说 中间这个部分 如果它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为真的时候 那我才做 可是如果不维生的话 那我就跳过去 我就不做了 那做什么呢 把那个的底色 什么底色 特别注意 就是那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 就是Sales iTray的储存格 就是指的那个储存格 那它的底色的话 底色特别注意有个属性 叫interrel 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interrel 指的是底色 底 它的底填满的颜色 后面加一个点 color 它的底色 那个储存格的底色 就是这个意思 底下的颜色 所以这个程式叙述的方法就是 等于什么呢 RGB 后面给 颜色 那橙色的话应该是多少 255 豆点 192 豆点 0 OK 那你想说 老师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橙色是这个 这个组合 其实为什么我知道 我刚刚用查的 怎么查呢 很简单 你可以到常用里面的油漆桶 可以把这边填一个橙色 然后在橙色这个地方填进去之后 你在这边再改其他色彩 它这边就跳出来告诉你 R255 Q192 B0 这是一条色团 所以如果你以后要什么颜色 你就先填个颜色 然后再用其他色彩 你就会找到它颜色 如果没有颜色的话 将来当然你如果要把它 变没有颜色就怎么 255 2525 也可以 填上白色 就等于恢复成原来的颜色 这也是OK的 好 但我知道说填完 橙色之后的话 我把 RGB 它的颜色填上去 所以填上去之后 就是 255 192 0 OK 如果未来 你们要把它改一下 改什么 改另外一边对角线 为 黄色的话 那黄就是 255 255 0 就对了 OK 怎么知道 一样的道理 可以去查一下 这边我把它改回来 清除它原来的颜色 无填满就好 OK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 橙色填满 然后另外 再把它执行一下 橙色就OK了 把它恢复的话怎么恢复 很简单 把这一段再复制 到下面 然后改哪个地方 把它改了 清除填满 OK 名称的话 橙色填满把它改成 清除 清除的话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逻辑 if 跟end if 拿掉 因为不用逻辑判断 反正我不管 全部都帮我恢复成原来的颜色 就好了 原来的颜色怎么讲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有一个方法 255 255 255 有没有 就是全部把它改成 白色的 再把它填上去看看 OK 有没有 全部都白了 填上有颜色 这样OK吧 白的 你想说 黄色填满的话 我们刚刚不是有填黄色吗 其实这边就改一个黄就可以 复制那一段 这边改成黄 哪边要改 其实道理一样 这个地方改一下就好 有没有 意思就是跟什么 跟刚刚那个 就是 其实就是什么 z-1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i-3 如果它相加之后 相加 等于10的话 所以你把 刚刚讲的公式 在这边修改 那改成黄色的话 就是255 这样就OK了 就是什么 这两个相加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加号 当然比较正确一点 先刮虎 就是它减完之后 加上它减完之后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10的话 等于10的话 那就是帮我把它改成黄的 看会不会OK 黄色填满 就是相加之后等于10 10 应该理论上没有问题 好 执行 有了 这边 执行 全部清空 全部清空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如果清除颜色的话 除了说可以用 把它改成白的之外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变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的话 它还可以改成 XL开图 加一个NUM 没有颜色 这样也可以 我在云端上 我是写这样 XL NUM 表示没有颜色 或者你可以把它 显成白色 两个方法 都可以 可是没有颜色 好像比较精确 因为白的好像 之前有遇过状况 OK 好 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今天的话 基本上 请各位 把 今天讲的99成本 今天只有讲一题 99成本法表 正照的题目跟变化题 一起把它放在同一个档案里面 VBA部分 如果我们有 我刚刚有讲的 你把它做 算基本 如果说你想要做更多 你可以延伸自己在 刚刚讲的 比如说 MOD 你会有办法把MOD做上去 如果可以的话 就加一点分数 所有分数 可以再帮各位加一点 分数 如果不行的话 也许你就是 在 基本 部分可以做出来 按钮可以加上去 那就 算 已经不错了 主要是帮各位复习一下 因为这东西 很久没用的话 很快 真的就忘光光了 试一下